Hello 大家好 今天DJ日记 今天DJ就特别一点 今天就不是被人访问 今天就访问其他朋友 很多朋友包括马来西亚的朋友 或者香港的朋友 都在我的影片留言 叫我访问一下香港朋友 DJ最近认识了一位香港朋友 我就当他偶像 因为他来了很久 就是我们的前辈了 Fanky 刚刚叫你Fanky 好啊 Fanky已经来到马来西亚八年了 今年第八年了 我想问一下Fanky 你八年前 很多人都不知道 马来西亚是什么事干的地方 为什么你会来到这里呢 那是真的 八年前在马来西亚 在香港人心目中马来西亚 都是一个比较不太认识的地方 所以我当时来都是来玩的 其实 玩玩一下就有个机会了 了解多了房地产 因为我正式在香港土生土长 在香港我都在银行工作 都差不多有六七年的时间 所以我对于物业 投资都有些认识 八年前来到了之后 就发觉这里的物业市场 和很多东西 和香港都很相似 那有个机会之下 认识多了 就叫做 一路投资一路了解的时候 就开始了这个 怎么说呢 在这里生活的一个起源 其实都是和很多香港人 很相似的 香港人就是 其中一个 可能要创造永族收入 要退休 第一个就是买房子 是 存砖头 或者很多华人都是这样 是 存砖头 但是你 那时候还没搬过来住 就是来旅行的 没有 那时候纯粹来玩几天 是 几个朋友来玩几天 那就 看看物业 吃点东西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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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接着就买了一家屋回去 接着就 那我们有 香港人 就是我们买物业 或者我自己做银行的时候也是 当然 对于物业有种 怎么说 喜好的 情意记 是 刚巧那时候有个朋友 比较熟一点 就带我们去看看物业 是 大家来看看 看中了什么呢 看中了一个铺 哇 在香港买一个铺很开心 当然了 不是这么简单 有时候想都不敢想 有一铺子养三代 是 看看店铺 了解一下 原来这里的店铺 这么便宜 是 最开心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的银行背景 知道原来这里 买物业还可以贷款 所以就 开始了这个 怎么说 投资的 没错了 然后就慢慢买了店铺 那次都很快 很快 我想头尾两个月左右 聊好些东西 就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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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朋友夹份 你介不介意告诉我 那间铺多少钱呢 不介意 那间铺 我还记得很清楚 160万 马币 多大 那些叫标准的 即是说 二十 八十的面积 即是说大概 千多尺 地千多尺 它是两层的 那我们计算过 叫做build up build up 大概是 两千多尺 哦 那两千多尺 是一个市区的铺 来说 那 对于 还有 它有一个东西 这里香港没有 是永久业团 永久的 是的 那永久业团 又有银行借有钱 又有永久业团 又有一个铺子 那还有一样东西 是 还可以重建价值 是的 即是只有两层 是的 现在两层 那你将来要建四层 六层 都可以 八层 即是可能需要不需要 申请保护地价 那是要的 没错 因为正如我刚才所说 它很多东西 跟香港都很相似 嗯 所以呢 就是 手续就一定有 但是我们看 投资就看潜力 是啊 加上好像我刚才所说 如果说百多万马币 是的 那当时的紫水就比较贵 那你也算是四百万港元 四百万港元 是的 那银行又借到钱 那我们觉得 都挺轻松 是 还几百亿够 是 没错 那那套套到现在 还有没有继续? 那没有了 卖了 就是因为卖了 所以就更加喜欢这里 为什么呢 因为买了进来 又可以卖出去 就赚到钱 所以就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嗯 嗯 那Frankie 我又想问一下你 我过来三个月 其实都经历了很多事情 很多卡住的那些位置 是 那你是八年前的 其实八年前是怎样的呢 是你的经历 八年前的经历 那其实你过来三个月 最近三个月 都觉得有些是卡住卡住 是啊 是啊 那我八年到现在呢 都是很多事情卡住的 都还有一些是卡住的 所谓卡住的意思 我想香港和这边文化很不同 嗯 大家做事的方式也很不同 那 沟通又 那个怎么说呢 一个信息的传递 是有少少要狠接的 那但是当初 又说回远一点 就是你年轻的时候 你现在都年轻了 哈哈哈 年轻 因为大部分 我认知的 早期 是 不要计算这段时间 嗯 早期大部分 我认知现在认识的 已经来了的 都是可能因为来退休 嗯 多的 是 你说来投资都有 是 买楼 看出楼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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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的 那 的 2017年它有第一条正式的地铁线通过车 加上它一直建第二条线 而且你看到许多设施都在提升 如果对我来说 因为我虽然经常过来 我又不是说一年365天都在这里 加上我自己喜欢开车 对我来说完全没有行的问题 好吗? 是的 我又想问一下你 家庭那方面 你自己听你说就很接受 过来 但是你太太啊你的小朋友 他们难不难叫他们过来呢? 难不难过来 初初我叫第八年 我想我头过一两年两三年 都是我自己过来的 我自己过来做什么呢? 叫做 我听说过来 已经买了个物业投资 叫做了解多一点 我自己个人又很喜欢做一些研究分析 就是这样的 多了时间过来 那时候头过一两年 我基本上一个月可能过来三五天 是 慢慢慢慢一路加上去 你当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左右 可能过来两个月过来一个星期左右 嗯 我自己习惯了 所以初初不是特别工作的 就是想了解多一点这个地方 我过来很有趣的 为什么呢? 我过来七天 住六万酒店 我住六间不同的酒店 哦 或者是住六个不同的Airbnb 如是在头一年 一个月过来 可能一两个星期 就住几个不同的地方 那么一年我就住了几十个地方 嗯 那我就想尽快了解了吉隆坡 不同的酒店 三星四星五星 不同的地点 不同的区域 它那些物业的情况是怎样的 我又感受到一样东西 就是我来考察的时候 都是的 我今年四月份第一次来考察 那我就没有住很多不同 我通常一间住两晚 嗯 两晚住三晚 是 那没有你这么积极了 但是我觉得这些时间是要投资下去的 你要了解这个地方 你要认识多一点这个地方 你不投资下去是不行的 那么 那家人呢 家人他们的感受 我的家庭比较简单 除了自己的兄弟姊妹 家庭比较简单 太太和一个女儿 他们接不接受 正如我说 前几年都是我自己过来 飞来飞去做事 都没什么 近三两年就变化大一点 因为女儿上一年正式过来读书 那做书接不接受呢 那我又幸运一点 因为我女儿在香港都是读国际学校的 所以她由幼稚园小学中学都是读国际学校的 过来就 基本上我叫她做无缝衔接 是的 因为 无论教学啊 环境啊 环境当然大家都知道了 香港的国际学校和这里的国际学校 更加大了 更加多设施了 所以她是完全没问题的 加上过去那几年 她都 基本上我们年年 因为我在这里多嘛 那年年我们都会一家人在这里 可能 就是 过个假期啊 一个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所以她都完全是没什么问题的 是 那太太方面就更加了 因为她又很怕冷的 那这里就真的很轻松了 没有了冷的那样东西 那衣着又简单 那吃东西又多选择 那啊 而且我们住的地方呢 又是 黏着一个商场 嗯 那跟我们在香港住的环境都好似了 我们香港住的地方 又是黏着一个商场 就是走到街上 有点购物 是的 总之外面 下雨啊 什么天气都对我们 都没有影响的 一直在家里走到商场 商场也是 那些很大型 很齐整的 那这里的商场 我觉得 配套啊 设施啊 空间都 商场都不错的 嗯 我想问你女儿 刚才你说的 你女儿过来这边读书 她是来读大学 哦不是 中学而已 中学而已 中学 是 那今年又15岁了 那又读中学 今年第 今次是第十一班 第十一班 没错 那也是一个娱乐 我们选择学校 那初初过来 那头过 怎么说 头过 就是打算决定过来 那就是 有两三个月时间 就来看 周围开车 看看不同的学校 当是一个活动 这对学校 认识了很多 是啊 所以觉得 都很放心 在这里给她读书 那下次访问你 就说学校了 我想问多一件事 好啊 很多人都很淡 你女儿都15岁了 是啊是啊 是啊 她自己出入回学 应该放学了 有没有 那我帮她找一间学校 她来我住家 大概车程 校巴 大概是半个小时多一些 可能七个字 八个字 那她搭校巴 所以出入 九成 都是校巴处理了 当然有时候 近期有些多一些 课外活动 那我说 校巴 没可能等着 个别的学生 所以她就会 自己打 这个叫Grab 香港人叫Uber 都很方便的 有时候她自己 约一些同学 去做一些活动 我遭到时间 就会车一下她 不过多数遭到时间 哈哈 因为很多 你是香港人 还有很多香港朋友 过来 其中一个忧虑 就是担心这里治安 是是 你担不担心 你女儿自己到处去 开始 担不担心 我初初 好初初听 都在想 担不担心 近这几个月 特别是近这几个月 完全都不理她 是吧 习惯了 是啊 真的习惯了 亦都跟朋友交流一下 其实很多十多岁的男男女女 都是自己出入的 是 有钱一点的又出司机 没有钱一点 搭公共交通 Grab是其中一个 都有很多选择的 你说 有没有很担心 我现在就没有了 习惯了 习惯了 还有她去的地方 可能都是叫做 怎么说 叫做黄区 大一点的 可能她这个商场 去的那个点 都是一些 不会说一个人去的 很生卡 很偏僻的地方 对啊 正常你 生活在全世界 你都不会一个女孩 去的一些很偏僻的地方 是啊 那个感觉 都是担心一些 很多时候她都是去 约了朋友 有时候有些朋友 叫她去教会 教会那位更加好 教会那位是 实际上在地铁站旁边 我家里走她的地铁站 应该三五分钟而已 地铁 拨地铁 如果去教会来说 这个安排根本都 完全没有担心 OK 其实 时间 时间慢慢适应了 我也一样的 住了下来 慢慢越来越习惯 很多之前的担心都没有了 哦 是 有时候香港人对这个地方 不是太认识 就有很多担心的 我也明白 好像我最记得 八年前 前所过来的时候 很多朋友 经常跟我说 哇 妈妈真的很危险 哇 那些治安很差 是的 那些华人生活很困苦 哇 那你过来了解一下 有些人说 会和你下咒语 你没听过 降头那些人 下降头 可能看得 雨长片多 是的 很恐怖 那里是不是越南 那时候叫安南 没有了 其实过来生活 很繁荣的一个地方 很繁荣的一个国际大城市 尤其是吉隆坡 我自己觉得 一个相当适合香港人 首先他这里 华人的人口是最多的 广东话又通 文化为什么更加好呢 因为我都在深圳工作 过一段时间 大概一年左右 虽然深圳和香港 是黏着的 中国人 沟通上面都是普通话 是的 但是其实很多文化 想法都很不同 我自己那一年在深圳生活 但是过来这里 虽然是隔了一个国 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这个国家 譬如说回教的国家 但是这里的华人的文化 甚至乎你和他说传统的文化 我觉得更像过深圳 我都觉得这里的华人 像我们 像香港 很像香港 沟通说话的那些 有些说话 他们明白 是的 说香港 还有好像一些 所谓文化痴 譬如说 他们有时假期 又喜欢一家大室 又去喝茶 是的 你和他说话 很多 很多华人传统 譬如福建人的朋友 还有初九拜天公 很多华人传统习俗 他们都保存得很好 我听说 比世界各地的华人 保存得最好 因为他们没有受任何影响 是的 加上这边的华人 我们又觉得是比较 纯一点 因为他们本身的生活节奏 没有那么急 所以很多人又比较 很轻松一点 所以我在这里 这百年的朋友 应该都比香港多 好 好 那我们休息一会儿 看一看广告 咦 有广告吗 是的 广告回来继续 好 欢迎大家回来 看完广告之后 回来这里 Bengie 我想问你 近来 很多香港人 因为种种原因 就很想来 马来西亚这边 居住 那 我 照我们所理解的 之前也有香港人过来 但是 很大部分都是退休 退休 他有足够的退休金来这里生活 那就没问题了 但现在多了很多 不是想退休的 多了很多可能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 还要寻食做事 那以你的经验 你有什么建议给这一帮香港人呢 如果他们真的有心想过来这边 嗯 OK 如果你说 因为本身香港人过来 基本上是居住 两个途径 一个就是拿个 Working Visa 一个就是拿个 MM2H 第二家园 但第二家园又不可以做事 他纯粹是退休 那Working Visa 你可能是某一些的 专业 或者我都认识了很多 香港 地铁的 工程师 过来这里生活 那这里 因为在建地铁嘛 是 都需要很大量的人才 那你说其他一般香港的朋友过来 那要找一个新计 那基本上 真是 可能要想做生意 纯粹做生意的话 就看他自己对那个行业的认识 是 这样去做 那所以就 要看回他自己本身熟悉的行业 那这边做生意 也有个好处的 第一就是他开公司 或者那些税务 各方面都是挺 挺简单的 嗯 第二就是他 相对我们经常说的 做生意就看成本 那这里的成本 就是人工啊 铺租啊 各方面都相对 比香港差 就是叫做一折 只有一大折 低了一大折 低了一大折 那我经常跟朋友 简单分享就是说 你当是香港的三分一 嗯 就是人工啊 各方面 那就是说你成本相上 你就容易一些去管理 那市场的空间一样有的 那譬如好像近期这边开很多的珍珠奶茶 嗯 那一样是十几块马币一杯的 不便宜啊 对啊 不便宜啊 那香港价钱 香港价钱 甚至乎比香港贵 那 那当然这些饮食就不是说 个个都会做啦 那所以要看回他自己有一些什么的 当然最简单啦 我们香港人 因为你说就算 呃 呃 就是怎么说的 不是怎么会做事的 会投资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我们香港是一个投资地方嘛 除了投资 除了投资啊 股票啊 物业啊 香港有很多不同的东西投资 那如果投资有一笔钱 在那里赚住一个比较稳定一点的收益 可能说五厘啊六厘啊 那都 我自己都觉得很多机会 我见到很多 就是我认识的香港朋友 这边有一位了 下次再说明他 那他拿着个物业收租 那就够过活了 那可能在香港投资了 那有些可能是过来这边投资 那接着就 甚至乎很多 因为我虽然来几个月 但是认识很多马来西亚本地朋友 做生意的朋友 是 那他们很开放 我有个生意准备开的 你有没有兴趣投资下来啊 是 很多这一类型的东西 是哦 很多 是啊 我也有啊 所以刚才你这么说 我自己也在做多一些 物业相关的东西 那有些人 好像你刚才说 有个朋友说 想开一些餐厅 是 叫我投资 那我就投资一下 是 那有些不同的机会 那我就投资一下 所以有很多这些机会 这种东西 因为始终人又未必 每一样都懂的嘛 是啊 如果有些人他做得好 他的本行 你作为一个投资者 一个投资 创造一个稳定的 被动收入 passive income 我觉得这里也有很多这些机会 是啊 比如像我那样 我做健身教练 游泳教练嘛 是 都有人问我 喂 我 你有没有兴趣 大家够训 开一间健身室 中小型的 我打几多本给你 是 挺开心的 就是别人尊重我们的专业嘛 觉得香港也成功 你来这里也应该有机会的 坐下来谈一下吧 那有人肯跟你谈也开心 没错 各行各业都 我自己看都可以 有机会 有 因为你 我集中说投资新闻在吉隆坡 因为整个吉隆坡 大吉隆坡区 他们叫做 都有七百多万人 跟香港差不多 加上如果你有些生意 可能做买一个 本地马来人的市场 其实也有三千多万 所以都是一个 不错的空间 也很适合 他们可能有某些创业 新的想法 要看回他们自己熟悉的那一项 好的 Fanky 我很尊重你 因为你来了很久 而且我看到你很成功的 有些 继续学习 有些会后的东西慢慢跟大家说 有机会 如果香港人过来 因为我自己的群组 有很多香港朋友 都是问相关的 有机会大家过来 找你指教一下 不要这么说 如果要买一齐吃餐饭 可以啊 如果真的十个八个 因为一直都有的 一直都有不同的朋友 最初有兴趣过来看看 到买一些物业投资 或者做一些不同的相关的项目 那其实现在在这里 你问我 我自己也是 变成了 又不会是马来西亚人 都是香港人 但是也有很多香港的朋友 透过不同的渠道 有时找我聊聊天 喝茶 给一些意见 那我都很好的 也是我这里其中一个生活的 怎么说 一个平衡来的 是 因为你有时 也有接触多不同 各行各业的人 大家有些沟通 刚刚谈的 也可以集中谈多一些其他东西 那你说他们拿到一些资讯 譬如说帮到他们 那也很开心 那不如这样 我胆粗粗了 胆粗粗 是 因为你有你的经验 我的频道有很多香港朋友想了解 不如我们就想想 搞个聚会 或者看看怎么样 组合在一起 好啊 就是很多香港朋友 过来奏到时间 大家想想听什么形式 就是大家交流多一些 交流多一些我们的资源 因为现在 香港 我常常回去的 我每个月都有回去的 现在很流行香港 什么香港自己救 是 我觉得香港人 大家有 香港人有一个好处 我常常觉得 大家都很容易 很容易明白对方 嗯 还有 大家香港人 如果你说在外地 更加要互相支援 一个 一个好的群体 是一个很好的 我都说 哇 你有个这样的提议 大家可以怎么样再深化一下 又或者看看有没有朋友 有其他的意见 一起参与 是 因为我刚才你说的 很多东西说得开 出了来更加说得开 嗯 是不是 我们困在香港 可能压力大 很多东西 隔着不敢说 但是出了来 第二个地方 大家自己香港人 我觉得 更加容易沟通 就是大家互相帮助 互相帮忙 是啊 甚至乎我自己来了 我有一部分都学了 马来西亚的朋友 他们真的更加开放 是 就是什么都说得 是 你有什么事情谈 那 个个都会很接受听 那听了之后不一定对 对 没所谓 继续 不对 又经历一点 没错 是不是 是 好 那我们又休息一会 好 又看广告 哈哈哈 OK 好 好 那我们又回来了 最后一节的环节 我自己的心态 过来这边住 离开了我的故乡 去一个新的国家 得到很多朋友的支持 得到很多朋友的支持 我也有想一下 未来 现在暂时我未来很稳定 有什么可以贡献 马来西亚这边的国家 或者这里的人民 这样 你觉得呢 来了这么多年 我自己就怎么说呢 就是两个层面 第一就是自己在身体力行 比如在做一些投资的东西 开公司 请本地的人 就是在那边去 少少助长一下经济 另外呢 我自己来着 有些新的业务 我们都跟当地 我也有跟当地的朋友 夹份 就是他们 我们大家出现了一个 的想法 就是说 如果这间公司 做出来的业务 有些的营业 或者利润 我们贡献给本地的社群 这个都是相当好的 就是好像我们香港人 有写就有得 多一些付出 不要说收益有些什么 自己做起来都会顺畅一些 工作上或者整个群体 都会受益的 这个是我们都很乐意去做的 嗯 我觉得很好 因为 这个世界都是圆的 无论大家在什么位置 大家都是人类 互相帮忙 不仅是自己的群族 我看得到马来西日 不同的群族 其实他们都 沟通得很融合 他们说 One Malaysia 基本上就是不同的种族 他们都有不同的文化 但是又算是融合得很好 是不是 很开心的就是 这里的人一年过三个年 印度人年 中国人年 马来西亚人的年 很多事情就是 大家越和气身材 我们香港人经常说 就是和气身材 多一些和气 多一些沟通 多一些付出 自然又会有好一点的生活 无论本地人也好 香港人也好 都是想 开心一点的生活 大家有不同的交流 大家有不同的影响 这个是精灵量 我觉得 这个很重要 因为 帮助人 帮助人的心理 会更舒服 会 会更舒服 这个也都是 有时 香港人不是不好的 你想想 我不知道你 我们小时候 很多 宽露满东华 什么姚宝梁 那些 全部都是囚宝 我们很厉害的 有窩蜂 什么屋邨有多少 什么屋邨有多少 那种是 很凝聚的 大家都会觉得 很自发 有种喜悦 这样我又可以跟你合作 你出钱 我出力 可以 暂时 我还没在这里找到食物 你先出钱 我就多出力 稍后我平衡 我又出钱 无所谓 各人有各人的功能 如果你说 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忙 或者是 因为这边 我也有很多不同的网络 有不同的网络 自然又可以有不同的动员 当然也要有些有心的人去做 有些朋友做 我们捐少少钱 这些就有少少的勉力 还有 其实我们都挺好的 两样东西 一 可能我们聚集香港人 有些新来的 对这里不熟悉 我们将你 主要你的认识的东西分享 或者我有少少认识分享 然后来到之后 又可能聚集在一起 有些有能力的 又可以帮忙 在这个地方 这个国家 又做一些事情 就是出力也好 出钱也好 出心也好 什么都好 那好啊 多谢你啊 谢谢啊 今天时间差不多 可以可以 那未来我们有机会 又吃饭也好 聚会也好 什么都好 大家香港人有兴趣的一起来 是 稍后我们慢慢搞好一点 马来西亚朋友也一起 好啊 大家开心心在这里生活 OK 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空间 大家开心心 多一些不同的沟通 好 多谢 这个是我们很想做得到的 好 多谢你 多谢你 你真的要握手 握手啊 哈哈 上次我自己访问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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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